大家好,我是谷月 豆角正大量上市,现在正鲜嫩的时候 如果你也喜欢吃,就像我这样做 豆角加鸡蛋,脆嫩鲜香,好吃又下饭 关键是做法很简单,你一看就能够学会 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新鲜的长豆角 大概150克 清洗的时候,加入少许的食用小苏打 食盐少许 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将它没过长豆角 用食盐和小苏打,能够将豆角清洗得更干净 搅拌融化后,浸泡1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两三头去皮蒜子 用刀将它拍散 拍散之后,将它切碎 最后,剁成细小的蒜末 锁好之后,装入小碗中 喜欢吃辣的朋友,准备三四个小米辣 去掉辣椒地后,切成薄一点的小圈 不爱吃辣的朋友,这一步也可以不用放 切好之后,和蒜末放一起 泡好的豆角将表面清洗干净 豆角浸泡一下,能有效的去除药物残留 吃起来更健康 清洗一遍后,再次用清水清洗一到两遍 直到将豆角清洗干净 洗干净后,捞起来将水分甩干 放在案板上,将它一头对齐 然后切成小一点的颗粒 稍微给它切小一点 炒起来更容易成熟 也能更好地入味 切好之后,先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找一个大一点的碗 在碗里面,根据家庭人数 打入3到4个鸡蛋 加少许的食盐入底味 滴几滴排醋去腥 再加入3到4勺水淀粉 用筷子充分地搅匀 加入水淀粉,蛋液会更能处 待会儿能更好的包裹在豆角上 吃起来才鲜香开胃 搅匀后备用 接下来,锅里面加少量食用油 油热,倒入蒜末、辣椒 用小火炒香 蒜末可以多加一些 吃起来才会更香 炒香之后,再将切好的豆角 倒入锅里面 用中小火芳草,将豆角炒熟 可以加少量的食盐入乳味 加入食盐一起翻炒 也能将豆角快速地炒熟 大概炒一两分钟 豆角变成生绿色 这个样子差不多就炒熟了 炒熟之后,加入少许的鸡精 给它翻炒几下 翻匀之后,就先藏起来 倒入打好的蛋液里面 再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锅里面烧热,再加入食用油 转动锅,将油运满锅 然后将热油倒出来 重新加入凉油 再倒入搅拌好的豆角蛋液 用中火将蛋液煎至凝固 可以将锅转动一下 使其受热均匀 这里火不能太大 不然很容易炒糊 中间的蛋液可以用勺子 给它弄到边上 让其快速地凝固 一面煎好之后 给它翻一个面 再将另一面也煎至凝固 这样吃起来才会更香 同量转动锅 使其受热均匀 底面煎至凝固后 用勺子给它敞成小块 翻动一下 这样鸡蛋会更加的蓬松 当然也可以煎成一个大饼 这样炒散吃起来会更香 炒散之后 就可以出锅装盘 哇 真的是太香了 看着也有食欲 这样一盘豆角炒鸡蛋 就制作完成 脆嫩的豆角 加上鲜香的鸡蛋 好吃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 按我的方法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个赞 关注一下再走 想了解更多的家常美食 可以到我的主页去看一看 每一道都是家里的味道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古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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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